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郑颖老师 今天我们来讲《突破民法亲属和继承》这本书的主要重点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几年民法亲属和继承考试的趋势 经过统计,除了护证和地证组的考试是以生论体为主以外 其他类课考试是以生论体和选择体各办的方式 也就是说生论体和选择体是各占50分的方式来进行 因此在选择体和生论体的准备方式上,我们就有不同的方式 在选择体的方式,我们主要是重点条文的背诵 因为考题来说是会把条文挖空让同学来选择 或者是以实地理题的方式来考条文 至于生论体的方式,我们要在考题上写出实物见解和学说 主要来说我们一定要写出实物见解 另外补充的地方再以学说来补充 还有第三个部分就是心法修正的时候 如果当年度民法亲属和继承有修正的地方 该部分的心法修正常常会成为考试的主要考题 所以如果当年度有心法修正的地方 同学要特别的注意 再来我们可以看一下102年的修正 主要第一个修正是1132条 1132条在修正前 我们是规定所有依法应经亲属会议处理的事项 如果没有亲属或者是亲属不足法定人数的时候 有利害关系人来申请法院指定亲属成员 再以亲属成员去组成亲属会议 但是修法之后我们可以看得到这里依法应经亲属会议处理的事项 如果有没有亲属或者是亲属不足法定人数 或者是亲属会议不能或难以召开 或者是亲属会议召开了之后却不为或不能决议 这时候可以由有召集权人或者是利害关系人来申请法院处理 至于会做出这样子修正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在修正理由的时候有说明 第一个是因为过去我们都认为法不入家门 但是最近几年来 加世事件在处理的态度上是认为应该法入家门 因为借由法院的加强监督和介入 是成为加世事件法未来处理态度以及方向 再来第二点的部分是因为 旧法我们说让法院去指定亲属成员 再由指定的亲属成员去组成亲属会议 如此以来法院他会指定跟被继承人亲等教员 或者是比较没有生活关联性的人来组成亲属会议 但是由这些人来解释被继承人的意思 事实上是比较不适当而且是不合理的 再来第三个修正的理由是说 在高等法院曾经做出见解 对于没有亲属或者是亲属不足法定人数的部分 可以由利害关系人直接申请法院来指定依族管理人 但是对于遗嘱执行人部分 如果没有亲属或者是亲属不足法定人数的部分 到底可不可以由法院直接来处理 这个高等法院一直都没有相关的解释 所以在试用上我们就有很大的异议 所以这次1132条 他直接就把所有的作为统一的规定 来解决之前所有的争议 再来这次102年的第二项修正是1212条 1212条在旧法是规定说 遗嘱包管人如果知道继承开始的事实的时候 应该要将遗嘱提示亲属会议 但是在新法我们可以看到 遗嘱包管人他如果知道有继承开始的事实的时候 应该要将遗嘱交付给遗嘱执行人 而且要透过适当的方法去通知已经知道的继承人 至于如果没有遗嘱执行人的时候 就要通知已经知道的继承人或者是债权人 或者是受遗症人或者是其他利害关系人 至于如果没有保管人 而是有以继承人发现遗嘱的时候 适用的方法跟上面相同 至于这次的1212条会做出相同的修正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亲属会议成员在现在的社会结构 还有家庭结构的改变之下 亲属会议是非常难以召开 而且常常会没有亲属成员 所以因此这次的修正就直接删除了亲属会议成员的部分 然后直接指定遗嘱执行人来作为管理 以上是102年民法亲属和继承修正的部分 再来我们看一下103年民法亲属和继承修正的部分 主要修正只有1055-1条的部分 1055-1条是法院在指定未成年子女的侵权人的部分 应该要审核的事项 法院在做侵权人的裁判的时候 首先应该要依子女的最佳利益来审着各种的形状 特别要注意以下下列事项 在就法的时候我们有规定 法院应该审核第一项 子女的年龄性别人数还有健康情形 第二点是子女的意愿以及人格发展的需要 第三点是父母的年龄 职业品性健康情形 经济能力和生活状况 第四点是父母保护教养子女意愿及态度 第五点是父母子女兼未成年子女与其他共同生活人之间的感情状况 在103年的部分则增加了第六点和第七点 这个第六点和第七点的部分是说除了要考量前面五点以外 另外还要考量父母一方是不是有妨碍他方对于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行使负担的行为 或者是各个族群的传统习惯文化和价值观 所谓第六点的父母一方是否有妨碍他方对于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行使负担的行为 主要是说例如在离婚之后父亲教导孩子去仇视母亲 或者是母亲教导孩子去仇视父亲 这样子来说都是属于妨碍他方对于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行使负担的行为 会做这样的修正是因为我国的家世事件法逐渐才善意父母原则 因此这次就增定了第六款 至于第七款的部分 在各个族群的传统习俗文化和价值观有不一样 例如原住民他是以母系社会为主 因此在选择侵权的时候可能就会以母亲为主 这个就是1055条之一最新的修正 以上就是103年最新的民法亲属和继承的修正 这本书已经针对了102年以及103年最新的修正做编定 如果各位读者有其他的相关意见欢迎提供给我们参考 以上我是郑盈老师 祝大家考试顺利